肉瓶有那麼多款,應該怎樣選擇呢? 相信大家都想肉色做乾濕分離 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需要用到肉瓶或是肉簾 肉簾是最簡單的方法 但隔水的效果就沒有肉瓶那麼理想 而肉瓶會比肉簾更耐用 隔水效果更好,而且望落高檔美觀 但肉瓶的款式有那麼多,應該怎樣選擇呢? 再安心告訴你 現在市面上的肉瓶玻璃一般都是鋼化玻璃 而肉瓶的款式通常會分為有框和無框 有框的優點是有邊框支撐 對環境的要求不高 而無框的款式通常會比較通透 不會比框條左、視線、空間感加大 而清潔方面,有框款可以藏路軌、放屁 而無框款就會比較少暗位,不會藏污漬 比較容易打理 有框肉瓶的邊框通常會有兩種材質 分別是鋁和不鏽鋼 鋁框的價格相當會比較便宜 和較輕身 硬度比較低,顏色的選擇會比較少 長時間用的話就會出現生鏽問題 不鏽鋼會比鋁的密度高、重、硬身和更耐用 而且顏色選擇比較多 價格都會比鋁框肉瓶高 買的時候要留意不鏽鋼的級別 因為不同級別的不鏽鋼 會有不同的物理特性 而304不鏽鋼普遍就不會有生鏽問題 最後就是手抽問題 手抽的本色一般會分為明抽和暗抽 明抽即是指有手柄在玻璃門可以用來擺毛巾 由於要預留位置給手抽 開拓門的幅度就會相對比較少 而暗抽是指內嵌式手抽 雖然開門沒有明抽那麼方便 但大大增加了開門的幅度 玉瓶安裝之後要記得試水 首先把玉瓶固定的部分外圍抹乾 在玉瓶內積用花灑灑在所有玉瓶邊緣位置 大概半小時後就可以觀察一下 玉瓶外面有沒有滲漏問題 今天裝神妹告訴你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